一个人越来越穷,原因无非三个。 在谈到金钱话题时,大部分人都会想到,如何让自己越赚越多? 人们对某某某看准投资机会,如今一夜暴富,或者年纪轻轻就实现财务自由的话题,津津乐道。 相反,对于勤俭持家扣门扣出两套房的故事,则抱一比一,认为太极端了,首先要爱自己。 简单来说,大多数人对财富的追求,看中的是最终的结果,一夜暴富,财务自由,有两套房。 而对于达成目标的过程,则希望越简单越好,比如,选对了工作或股票,而不是日复一日节约和积累。 遗憾的是,大部分人要靠后者来积累财富,改善生活。 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调研,发现了世界上95%的有钱人,变穷的核心原因就是一个,投资。 如果一个普通人,认真做事,工作稳定,没有大额的失败投资,那么他可能会越来越穷吗? 很不幸,同样会。 你会在无意识中把钱花掉,正如怪诞行为学中所谈到的。 我们以为自己对生活的方向有着至高无上的操控能力, 但实际情绪,相对论,社会规范等等,都会影响我们的决策。 就像大脑幻想一样,我们也会被自己大脑带入决策幻想之中。 没有大额的意外支出,没有失败的投资,让一个人越来越穷的,无非这几个原因。 一,以为收入会不断提高。 大多数人刚开始赚钱的时候,收入都很低,大概只能保障温饱。 随后的几年,工资也会逐渐增长。 这就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,收入会伴随工作经验的增加, 职业的提高而不断增长, 事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进步。 尤其是拿工资的人,离开一家公司还有大把的机会, 几乎不会考虑风险。 收入增加了,消费水平也会直线上升。 月薪三千时不敢买的东西,月薪八千时可以轻松拥有。 这种消费会让人得到一种, 我能凭我的努力,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幸福感。 结果你发现,虽然收入涨了, 储蓄的钱却变少了。 表面生活质量提高了, 但底层的生活保障却更稀薄了。 到了一定的阶段, 你发现工资来到了一个瓶颈, 再往上突破很难, 但是消费的欲望和水平却居高不下了。 有减入奢益, 有奢入减难,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三十多岁时感到特别焦虑的原因。 其实, 穷富不在于收入多少, 而在于存折里有多少。 市场的风险, 个人的风险, 决定了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收入会一直上涨或者维持不变, 而储蓄的习惯就可以让你在面对风险的时候不会手足无措。 第二, 不拿小钱当回事。 你的家里有没有一些为了凑运费凑单买来的毫无用处的东西? 有没有买成套巧克力蹭送的毛绒玩具? 低价优惠, 甚至免费的东西, 让我们拥有抢到便宜的感觉, 但却不知道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更多的成本。 多数交易都有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, 但是优惠免费这些字样, 说我们忘记了不利的一面, 以为本来也没花什么钱, 怎么算也不会吃亏。 万圣节的时候, 孩子们会玩不给糖旧使坏的游戏, 九岁的乔伊今天就是做这个游戏。 他身穿蜘蛛巷外衣, 头戴面罩, 外加黑色肩顶帽, 身背大黄包, 登上楼梯, 来到作者家门口。 作者让他张开右手, 随后在他手上放了三块巧克力, 接着让他拿住舔一会儿, 随后, 作者又拿出一大一小两块加薪巧克力, 邻居说, 这样吧, 如果你给我一块巧克力, 我就把这块小的给你, 你要是给我两块, 我就给你这块大的。 男孩很轻松就决定了, 他用两块巧克力换了大块的加薪巧克力, 之后来的孩子也大多做了同样的选择。 作者调整了游戏规则, 他同样先给孩子们三块巧克力, 孩子们只要用一块巧克力, 就能换到大的加薪巧克力, 但如果小小的加薪巧克力, 可以免费拿走, 不需要动用他手里的巧克力。 这一次, 大约70%的孩子选择了免费拿走小的。 低成本甚至零成本, 就像地心引力一样, 让我们难以抗拒。 同样, 低成本积少成多, 就是高成本。 不拿小钱当回事, 失去的同样是大钱。 第三, 以为更贵就会更好。 四千块的沙发, 肯定比四百块的, 做得舒服。 设计师款的牛仔裤, 肯定比普通牛仔裤, 设计得更好, 穿着更有型。 三百块的烤鸭肯定比几十块的烤鸭吃起来更安全。 价格的高低会决定我们对这件商品的预期。 但是, 这些暗含的质量差别会影响实际的体验吗? 作者用一款运动型饮料做了实验。 这种饮料号称能提高运动能力。 他们把货架摆在大学健身馆入口。 第一组学生按正常价格付款, 第二组按照五折付费。 锻炼结束后, 作者问他们询问运动中的感觉。 喝了饮料比不喝饮料感觉更轻松还是更累了? 两组人都表示比平时更轻松一些。 饮料中含有一定比例的咖啡因, 有这种体验是正常的。 但是, 价格如何影响体验呢? 作者给每个人发了15道单词组合题, 要求他们在30分钟里把给出的字母组合成单词, 越多越好, 多者为优胜。 在之前的摸底测试中, 这些学生平均能拼出9个单词。 喝下价格不同的同款饮料之后, 花全价买饮料的一组, 平均做对了9道, 而半价买饮料的一组, 平均达对了6.5道体。 人们普遍会认为高价的药品比低价的效果更好, 安慰剂、安慰疗法都是人们的心理作祟。 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项你为什么会变穷的研究。 结论中的9大理由戳中无数人的心脏。 它们分别是, 犹豫不决、拖延、三分钟热度、 害怕拒绝、自我设限、逃避现实、 找找借口、胆怯、拒绝学习。 因为抠门扣出两套房的男性女孩王沈爱, 在采访中谈到, 对她的消费观影响最大的, 是一份广告公司的广告。 他们日常所讨论的就是如何调动人们的购买欲望, 让人们觉得这件东西非拥有不可。 20岁不能错过的东西, 30岁拥有这些才是成功, 没有这些东西的人生是不完整的, 钱是挣出来的,不是省出来的。 懂得消费主义是如何诱导人们, 通过买买买来获得快乐的。 王沈爱才坚定地放弃了这种快乐, 转而寻求存钱带来的安全感。 人们常说,创业难,守夜更难, 守住财富也往往比获得财富更难。 明天一定比今天赚得更多吗? 人生充满未知, 好好存钱是成年人最大的情形。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, 晚安,亲爱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